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伯男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这一集呢 我要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来此德国之声的 那么为什么要分享呢 因为我们好久啊 没有给大家做这些西方学术界 战略界 对华的这种认知的这种文章 那么这种视频呢 我觉得也很有必要 因为你能及时掌握敌人的这个思想的动态 思想是任何一切行为的驱动力 所以说呢 我们要了解他们的这个思想 所思所想 你就能够知道怎么对付他们了 那么这两天呢 这个印太的这个局势啊 也是越来越紧张了 美国呢 在澳大利亚搞什么这个军事演习 解放军呢 出现在他们的附近 然后呢 澳洲的武装直升机就坠海了 四具尸体呢 到现在还没找到 这个军演呢 也是被紧急叫停 美国国务卿和美国国防部长 这个双双出现在澳大利亚 说要让澳大利亚要拥有这个制导导弹的这个能力 奥库斯还不行 要制导导弹 还要升级这个澳大利亚北部的空军军事基地 美国呢 以90度角这样的一个做法 要来围追堵截中国的核潜艇的进出太平洋的路线 这个就是美国现在的对华的这个所作所为 包括呢 又宣布了对台的这个3.42亿美元的对台的军援 不是军售 是军援 就是把台湾变成一个火药桶 但是我说过了 台湾你弄这么多武器 其实很惨 因为你看这一次台湾的所谓汉光军演 优秀的抵抗军们 我们的国军 在这个弹药库里面点燃了迫击炮 把自己全部给炸死了 那这一个事故就可以看得出来 台湾的武器库实际上是一个不稳定性化合物 直到解放军的精确制导导弹 无人机的导弹打这些弹药库 你美国有多少武器弹药在这个里面 全他妈被报废掉 乌克兰这么大的仓库 这么分散 地盘那么大 照样被俄军报废 在美国援助给台湾的一切武器 只要它在它的仓库里面 你再怎么放也没用 你放地下有 不好意思 有钻地导弹 你放在哪 全都给你点爆了 到时候就这些美国援助给台湾的武器弹药 一爆炸 台湾就爆炸了 都不需要解放军浪费什么弹药 毕竟打出去一颗子弹是我们纳税人在出钱 我也很心疼 所以我们要省点钱 让美国多军员弄这些武器在台湾窗户里面 我们把那武器给我们点爆 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所以说近期你看法国也来印太地区访问 英国也来什么印太地区访问了 所以说给我感觉很滑稽很好笑 他妈的乌克兰的事情搞也搞不定 这边还要开皮第二战场 你以为是诺曼迪登陆呢 诺曼迪登陆没有他妈的苏联 在东方战场牵制住德国 你开皮啥诺曼迪 西方吹得好像很大一样的 别扯了 西方旧爱把功劳都加给自己 好像自己战胜了法西斯 自己把苏联给搞解体了 战胜这个战胜那个 好像战无不胜功无不克 最近他们又在吹一个牛逼了 什么牛逼 我认为这个东西还是跟战略有关系的 美国最近在吹 他们十年前已经发现了UFO了 已经在反向研究外星人了 非常牛逼 非常屌 我跟各位讲 外星人存不存在 外星人真实存在 但是目前他们的这个 我们只是找到一些踪迹 他活的 或者说他是打实在你面前出现的 这个至少我没看到 至少说我们有记载的这些视频里面是没有的 但是你 我们没有看到说一个外太空 一个巨大的UFO也好 什么也好 直接出现在我们上空 我没有看到 我也没看到外星人直接跟我们来交流 但是与浩瀚的宇宙当中 有没有别的星球上面有别的生命 有比我们更低级的生命 有比我们更高级的生命 这是存在的 这是百分之一百的存在的 但是不是你美国在这里可以吹这个牛逼的 你美国几十年前说阿波罗登月了 那是一个骗局 到现在 NASA发射的登月 那个飞船登月了没有啊 没有吧 三天两头 就是这个B事 那个故障 这个事 没登月吧 假的 吹牛逼的 骗人的 那你既然能登月 你为什么发展不出来 高烧音速导弹 是吧 所以说有的时候 你别看他们在那个 现在在那吹 他就是要保持一种优势 美国现在他已经 很多人对他没有信心了 没有信心了 美国这个国家是怎么组建的 一个大公司吸收全球的人才 通过一二战两次 包括之后的世界各地的这种动荡 反殖民战争啊 在各个地方的这个战乱 动荡 把优秀的人都吸引过来了 这样组建了一个美国 给中国的优秀的大脑呢 灌输自由民主的狗屁 然后呢 像清华北大这种 中国最优秀学校的 都投靠了美国了 加入美利坚战队 加入美国队长 对不对 那最终 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是不是 所以说美国他现在 他这些年 他们在创造索多玛 他们在建立索多玛 所以把整个 信心都给搞没了 那搞没了他就要吹一个牛逼 所以说他要说他们已经跟外星人接触了 谁相信这个 我跟各位讲 我绝对是不是不相信 对 有没有外星人 是有的 但是不是跟美国在打交道 跟美国打交道 放一个驴儿屁 吹牛逼呢 所以说这个东西 可以看得出来美国一种心态 很着急的 还在国会讲这种话 显得你很牛逼 你美国他妈的特别屌 中国也有这种类型的记载 在罗布泊这种神秘的地方 没有地球跟外太空的某种联系 所以说这个 在说这些文章之前 就要告诉各位现在的一个背景 一个西方的一种心态 它是什么心态 美国是什么心态 对吧 然后要让你觉得 哇好牛逼啊 你看美国 只有美国在这里 跟外星人接触 美国是人类的最高档 人类的金字塔的顶端 别扯了 金字塔的顶端 澳大利亚的飞机怎么坠落了 美国打中国的那个气球 出动多少战机 在那打这个气球 笑死人了 对于媒体 西方应联手不能让习近平得手 德国世界报刊发的克席评论指出 在打压的香港民主运动后 习近平正想要制服台湾 如果西方民主国家 不想有朝一日遭受相同命运 就必须现在采取行动 双报则注意到 德国大众与小鹏汽车的合作 认为这家老牌车企 在技术研发方面 已经彻底输给了中国竞争对手 柏林出版的世界报 以中国领导层 如何全球追捕反对者为题 看法由德国政治学者 撰写的课作评论 作者认为 随着习近平打压香港民主运动 不断威胁台湾 整个民主阵营的自由与安全 都受到了挑战 西方国家必须采取 尽快采取行动 香港令人震惊的趋势 让临近的民主台湾 决心尽可能的梳立中国 北京声称 这个独立岛国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是事实上 毛泽东及其继任者的政权 从未统治过台湾 对于习近平而言 台湾更是眼中钉 而且这是出于 和曾经自由的香港相似的理由 台湾是全球最为成功的 民主政体之一 别扯淡了 台湾民主政体 台湾每天有多少具无名尸体 民主政体 扯什么东西 台湾 是那种旧中国 大家明白吧 台湾的社会 是一个畸形的胎儿 它是由旧的中国社会 封建王朝的那种 余孽 旧有的那种中国 和索多玛式的白左的一个结合体 诞生了这个鸡胎 鸡形的一个胎儿 在这边发育 你看看 你看看 你看看他们今天的那个一个 台湾的那个社会 那是一个混沌的宇宙 那里人是浑浑噩噩的 气息惨惨的 是那样的一种状态 所以说 什么叫独立的民主导国 你德国是跟中华联盟共和国 建交 你不是跟中华民国建交 不是跟台湾建交 所以说说说这个话 浪人觉得是自我打耳光吗 什么叫独立的导国 今天习近平收了台湾 他们谁敢轻举妄动 没有一个 对吧 所以说 根据经济学人杂志的排名 台湾的民主程度 位列全球第八 德国也不过排名第十五 美国更是指位列第二十七 根据习近平同样也向香港人 和台湾人灌输的 荒诞民族主义论调 汉人天生不适合民主 而是注定要生活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下 两千三百五十万台湾人中 大部分人都是汉人 他们生活在成功的民主政体制下 这一事实不仅仅激怒了西皇帝 还让后者担心台湾树立的好榜样 会激励被监控中国大陆人民 也选择民主制度并赶阻中共 即便在台湾之外 中共对包括香港人在内的 反对队的所作所为 也应该让自由世界翘翘警钟 中国设立的秘密警察误战 最终并胁迫中国流亡 异议人士反复中国 伪装成文化机构的孔子学院 其员工对中国留学生进行恐吓 为些说如果他们在当地 批评习近平的独裁统治 其中国国内家人也会受到影响 这些无耻刑警表明 香港不过是习近平的开端 在北京的眼中 自由世界只对香港问题 提出了很少的抗议 因此习近平认为 采取进一步行动是安全的 也正因为如此 自由世界必须坚持 不引渡任何人给北京的专制政权 在香港沦陷后 习近平计划要制服台湾 包括台湾的立唐晚瑞典 捷克等国遭到了北京的霸凌 香港发生的一切 也应当为德国政府 提供了足够的佐证 体现出中国对民主国家的自由 与安全构成了何等威胁 习近平正在香港 露出了真面目 因此绝不能让他在台湾得手 绝不能让习近平在台湾得手 绝不能让习近平在台湾得手 那你德国干嘛呢 你2023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 为零的德国 你能做什么事情 现在在德国 很多德国高的德国人 自认为高端的 知名不凡的德国人 在节一说事中艰难度日 在节一说事中艰难度日 那你怎么让习近平在台湾不能得手呢 是派你们德国的20多万的国防军 武器库里的弹药 在乌克兰被消耗了 欠了一批不得外债 德国打不过周边任何一个国家 是你德国要来中国大规模投资 然后你说要不让习近平在台湾这里得手 台湾今天就是说 随时随地都可以干 我们应该做的一切 就是跟你们西方在这里脱钩 所以说不要在这里讲这种 你学书界讲这种话 我觉得非常扯淡 香港香港那群暴乱分子 叛乱分子要不要治理 必须要治理 今天他西方不喜欢什么 我们就要做什么 他们西方不喜欢我们干这个 我们就得干这个 他不喜欢这个 我们就干那个 搓到他眼壁底下 让他不爽 让他抓狂 让他难受 因为我说过 除美国之外 任何一个西方国家 没有办法单独来面对中国 他们单独直面中国军人的时候 他们就是个 他们就是一个 这个 都会在我们面前屈服于我们 被我们给赶跑 打残掉 他们像一个傻逼一样的 他们只能够赤裸裸的在网球场上 在跳水运动员的现场 去对中国运动员进行走如其事式的播报 这恰恰是无能的表现 所以说 我觉得非常爽 他们不爽 我们就要干什么 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他们哪个不爽 我们就要干哪个 美国布林肯说 中国 我们要继续说中国不喜欢的话 和做中国不喜欢的事情 那是同样的 我们中国人也要 你美国 你西方 你任何的一切 这些国家 你们他妈的 必须插入台湾的 你不喜欢我们就要住 解放军在这里包围台湾的时候 你德国在哪里啊 你德国的军舰 战舰在哪里啊 导弹 太空部队在哪里啊 我们没看到 不好意思 所以说今天 实际上要在香港 大打击这帮逼 打击这些派国者 把罗冠冲进行全球追杀 让他们哪个逼的 让他们不爽 对吧 就像今天 在老沃的 中国的林泉律师 不好意思 在这里被你逮捕了 压回北京 压回中国 呜 呜 呜 起来 对吧 他们不是不爽吗 我们就要让他们不爽 他们越不爽 我们就越爽 你们不是他妈的自民不凡吗 觉得你们很牛逼 白皮肤 对吧 今天我们就要告诉他们 你们的话就是放屁 这个地方就是 我们就做了一个小事 我可以做的 就会让我们做的 我们就做了一个小事